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前一后的足迹清晰可变 脚印小巧玲珑应是他与李勤来时所留下的 他又从怀中掏出一枚通透小巧的水晶圆片 借着微弱的阳光 细细端向那几处痕迹脚印细微处 他发现每一个后脚掌都陷入泥中颇深 像是刻意将所有的重量都放在了脚后跟上 今下皱起眉头 正常人走路 重心皆是前移 他们的脚印怎么会如此呈现 他心中生疑 粘起脚印前后的泥土 细细揉搓 腹又放到鼻尖清秀 不对 这后脚长出的足迹 明显更为新鲜 足间点地 轻略无声 此人应是轻功不弱 今下贫眉深思 如此看来 这位李琴姑娘甚是可疑 她将自己引到此处 又刻意踏着脚印消失 到底是何用意 只是为了吓唬她 或是让她看到这具尸体 谜团太多 搅得她愈发的头疼 今下忽而有些后悔 若是将此事与大阳事前商量一番 说不定就能提前发现李琴的异常 她叹口气 下意识抬起头 朝着来的方向急目望去 竹林中起了浓雾 原本视野就不甚好的竹林 显得愈发暗沉 透过墨竹的缝隙 她忽而在浓雾深处 看到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轮廓模糊 变不出男女 会是李琴吗 或者 还是一具尸体 跟 还是不跟 一番挣扎之后 惊吓压下心里的不安 脚步不停 静止踏入 为了以防万一 她还将手冲紧紧握在手中 急步而行 带起草丛素素 夜上结了一层白霜 扫在肌肤上 浸入丝丝刺骨的凉意 越往前走 今夏欲发觉得不对劲 她与那人的距离 不过时不知远 可如今 她早已前进不下百步 那东西与她若即若离 似是猫住老鼠般 有意将她引到临终某处 今夏不由停了下来 你到底是谁 飞鸟惊觉而起 那人微微一正 静止不动了 隔着薄雾 今夏总觉得 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正遇上前看个究竟 忽而 临终起了一阵 诡异的风 吹散了眼前的雾气 周遭的景物变得清晰起来 今夏微微眯起眼睛 想要看清 究竟是何人 不看还好 这一看 惊得她瞳孔猛然一缩 那不能称为人 而是一张人形状的人皮 没有骨头 没有肉 没有毛发 像是整个人掏空了一样 在风中轻轻飘荡 眼眶处 两个黑洞洞的双目 正正对着今夏 她倒吸口气 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咯吱咯吱 诡异的声音格外刺耳 脑海中 只剩下快跑二字 可翩翩这个时候 双腿如灌铁般沉重 正是悚然之时 一只手 轻轻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她吓得魂飞魄散 想也未想 用手冲 对准了身后 来不及回头 却被人钳住手腕 力道之大 令她被迫松开手冲 惊吓心中一惊 郑玉转身还手 正巧对上熟悉的眉眼 大 大人 看到陆毅 今夏 差点没哭出来 她忍住去抱大腿的冲动 紧紧地拽住了她的袖子 搜了一下 躲到了陆毅身后 那那边 有鬼 皮 皮会动 相比于今夏的大惊小怪 陆毅不惊不诈 十分平静 她自动也未动 目光定定地看着那人形皮囊 淡淡到 只是人皮而已 可 可是刚刚明明是她引我到此处 难道是她眼花了不成 今夏心有余悸地从她身后探出半个脑袋 眯着眼细细打量 确实 正如陆毅所言 那只是张毫无生气的人皮 轻薄如意 如意上班随风摆动 而歌之声依旧响着 她寻声而去 发现源头竟只是一节枯竹 今夏顿时松了口气 陆毅侧头看着她毛茸茸的脑袋 也遇到 圆补快 你不会是怕鬼吧 可可 背直身为朝廷补快 怎会怕鬼 今夏有些尴尬地松开紧抓衣袖的手 善善地笑着 不过话说回来 大人 您怎么会在这 来查案 昨夜听你说竹林有问题 我也来看一眼 陆毅地谈一言 轻描淡显道 说说 方才发生了何事 与你一同前来的李姑娘呢 说到李姑娘 今夏不免皱了皱眉 她默了默 将方才所发生的事情 与自己的猜测 与陆毅如此这般的细细说了一通 也许 那李姑娘早就化成冤魂了 让我看到 那具尸体和悬挂的人皮 只是想让我为她和姐姐报仇 今夏煞有其事的信口胡说 既然行凶者好包人皮 也许李姑娘不一定是李姑娘 陆毅一直在旁静静听着 低声吩咐道 带我去方才李琴消失的地方看看 今夏点头 带着陆毅原路折返 好在泥土湿润 无需费劲便可以辨认出她来时的脚印 她刚走几步 却又停了下来 陆毅狐一看她 今夏指了指 自己脸上的方巾 好意提醒她 大人 这竹林的雾气来得古怪 她是有毒 您还是学我 扎快不禁保命 说吧 她手脚麻里的便要去撕衣脚 路意无语地制止她 皱眉道 你那方巾 根本就没什么用 顶多起个心理作用 她自怀中 掏出个小瓷瓶 倒出两丸 塞入了自己和金夏的嘴中 别吞 寒话了慢慢咽下去 丹丸入口微凉 浴水后 却立马如火烧般刺痛 混沌的大脑似清明了几分 惊吓恍然大悟 方巾无用 难怪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路意将手附上她的额头 美好气道 你觉得昏昏沉沉 那是因为你还在发烧 说不定你在竹林看到的 都是你的幻觉 她怎么可能连幻觉和现实都分不清 惊吓心中暗暗嘀咕 自顾自摸了摸额头 果然滚烫 她无奈揉了揉额脚 打起精神 转身回去带路 走了一小段 金夏终于隐隐可见 不远处草丛中 躺着那具熟悉的尸首 大人 我们到了 文言 陆毅顺着金夏所指的方向所看去 恶臭之中 一具被包了皮的尸体 静静躺着 腐烂发黑的脸养 对着阴沉沉的天空 她转头去看陆毅 与她分析道 大人 之前我便检查过了 这人死法应与其他姑娘一致 包皮后 被弃于野外自生自灭 只是不知为何 她被弃于这竹林深处 死了好几天 未曾有人发现 说完这话 她又垂下头细细思索 竹林人际罕至 确实是个抛尸的好地点 既然如此 她为何不将所有的尸体 都丢于此处呢 丢于村边的河边 让人发现了 又有什么好处 惊吓想不明白 陆毅居高临下地 打量了片刻 吩咐道 你去看看 她身上还有 没有带别的东西 我 惊吓左看右看 有些傻愣愣地 指了指自己 不是你 难道是我 陆毅皱了皱眉头 语气不善 你 凑合用吧 听到凑合两个字 惊吓默默翻了个白眼 可眼下 只有她与陆毅二人 她也无法 只得不情不愿地 去捡了两根 较为顺手的树枝 蹲下来去翻看 那具腐烂的尸首 恶臭扑面而来 腐烂的血肉 被掀开 露出森森白骨 衣服与粘稠的血字 紧紧黏在一起 只能勉强辨认出 是寻常做衣服的麻布 惊吓忍着肠胃中的不适 顺着手臂往下 她骤然吃了一惊 尸首的手腕上 系着一条用细线搓成的绳子 上面挂着个圆润的银铃铛 橙色平平 却是十分眼熟 她还系得李琴手上 也挂着个一模一样的铃铛 莫飞 今下又去掀开那些衣物 领口 袖子 她在衣上内侧 看到上面 模模糊糊秀了个字 琴 她费力地辨认出来 这 这居然是李琴 陆毅将她的神情看在眼里 淡淡道 这琴字 莫非此人是李琴 今下茫然点点头 依旧未回过神来 如果这是李琴 那今天与她带路的人 又是谁 到底是鬼还是人 或许 这才是真正的李琴 陆毅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一阵风过 有细雨纷纷而至 她抬头望了 望欲发阴沉的天色 贫眉道 快要入夜了 先出去再说 夜晚的竹林会更加危险 陆毅所言不无道理 今下顺从地丢掉了手中的树枝 率先前行带路 竹林茂密 阳光不剩 没过多久 天色果然渐渐暗了下来 今下加快脚步 急步前行 好在 虽然视野不佳 但她的目力比一般人强上许多 温度在迅速下降 寒气悄然入骨 今下带着陆毅 快速穿梭在竹林之间 可不知为何 两人行走多时 却始终未看到竹林入口 她心中焦急 正欲再走快些 却被陆毅拽住了手 别走了 她平静地看着她 今晚 我们怕是走不出这竹林了 我怕是走不出这儿 我怕是走不出这儿 赶紧紧的